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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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今晚這個Nexi 我覺得都頗為特別的分享 為什麼我們重新開始做Nexi的分享呢? 就是要講一點點 源於今年2023年 我做了很多旅行 包括現在嘗試旅居 因為 每個人的身體 當我們演變 身體升級 其實我們的身體會越來越想要什麼呢? 和諧 大自然 同時我們身體很想要光 而且很想要一些很純 很 pure 無論空氣也好 水也好 食物也好 隨著我們的身體開始升級 我們開始對這些東西的 demand 會增加了 所以 今晚就很想分享這個Nexi的討論 不是因為我去別的地方旅居 我帶了Ne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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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支持 我們 去轉化這件事 回到後 有就是去看Nexi treadmill 我帶了Nexi 我帶了Nexi 怎麽我帶了Nexi 我帶了Ne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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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需要多一點支持的 所以我們今晚就設置你的分享 和大家見面吧 好,你開頭 我會比較負責 理論部分 作為五一的實習 我會邀請你多講實習的部分 因為你有說很多概念 但我很喜歡說概念 我想概念部分也會加插一點的 例如 我用了Nexi差不多一年 終於知道它是完全來到這個世界的 角色是什麼 所有的Holistic的技術 包括我的Time at Home 是一種Holistic的技術 Soma Vidic是一種Holistic的技術 Holistic是協助Harmonize 令人回歸和平 Holistic的另一個意義就是 協助我們回到一個整合平衡的狀態 這些科技的出現 必然有它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很相信 這個世界所有有問題 誕生 亦都會有Solution去誕生 可以 可以 我不會提高細節 給大家看看 因為大家去理解 Ne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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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istic的功能 其實它也有些叫二合物一 但是它不能夠取代 Soma Vidic 亦都不能夠取代 Holistic 那我稍後有機會再說 為什麼 但是你們看到Animation 你會看到 本身他們官方的定位 其實也是在說 它可以製造一個 我們叫做 電磁像 Electromagnetic 的一個energy field 包圍整間屋 所以包括一間屋的空間 為什麼 剛才Yep也有說 可以在空間裡做清理 待會我會有些program 會介紹給大家 另外就是 在一間屋裡面 在空間辦公室裡面 所有的生物 包括你 爸爸 媽媽 有小朋友的家長 就是你的小朋友 或者如果有養寵物的毛鞋 基本上 包括盆栽 植物仙人掌 玫瑰 所有的太陽花 都會受惠的 好 痴 輕輕說 這些全部大家都一定聽過的字 痴叉 痴癡 等等的東西 這些Animation 也不說了 這個也是很多年前 我和Yep第一次 首次去到葡萄牙 認識Nuno的時間 因為它本身也是研究延遲 有成半個世紀 這些書籍也說過了 再記錄一下 特別本身有接觸心心靈的 同學和朋友都知道 所有東西 在宇宙裡面 都是能量 所有東西都是頻率 所有東西都是Vibration 所有東西 整個預約都是大電 所以我們如何鞏固 生物電池場 或者一般人說的氣場 是很重要的 特別如果你們說 我都很想知道 近來香港很多的經濟 社會不同的消息 或者一些風水師 就說好像看香港的運 各方面 就好像持一個比較悲觀的想法 而大家都很想 無論是你們的 manifestation 遠景 增運 想知道多一點 你們可以留意 我稍後可以用那個angle 多一點 那樣東西 運氣和我們的電池場 有什麼關係呢 好像 這些圖說過了 不說了 Nexi 基本上是比較對應 現在你們摸到 Erograph的 Electromagnetic Body Selman Brain 基本上都是 Tommy Ford Home要做的 這些不說 這些不說 純粹screen過 給大家知道 是說幾千年前的人 已經在用此樣東西的 不過這要說定端 如果今晚在Zoom Home裡的朋友 你其中一個primary concern 都依然會在身體層面比較多 不是情緒 不是精神 不是思維 不是信念 不是靈性 而是身體的話 我這個slide留多一點30秒 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的細胞症頓群下降有什麼原因 如果剛才我說過 大家想接下來運氣好一點 OK 東西會流動一點 順利一點 引發更多的共識性 創造實相 manifestation 等等 或者為什麼on and off 我們會說一些 每個月的能量天氣 留意什麼 或者經常都會說 不是我和Heaf說 基本上很多身心靈的老師 台灣 歐洲 美國等等 經常說raise vibration 其實raise什麼 vibration 其中一件事一定是關於細胞的 所以Nexi本身 Nom Somovidic 跟Tamil Valkan一樣 它在不同層面協助我們去 我們叫raise Summerful Nexi來說 是upkeep 我們的cell 或者整個身體不同的層面 都可以在一個比較我們叫高頻的狀態 而高頻的意思 不是高低高好些 高的意思就是和諧 OK 一些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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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跳一跳 這些之前的討論都說過了 7.3很重要 再說一次 對 也做過一些不適的實驗 所以沒有太空總署 它本身的 太空速機裡面 都有一些generator 是要釋放 包括Tamil Valkan 730版裡面 都有一條頻率 叫7.8hz 當然Nexi也很不同 因為Nexi每分鐘 可以產生超過 約1,000hz 這些都不說了 上次都說過了 剛剛我都說了 Seven 你說的意思 是不是1,000頻率 每分鐘 每一分鐘 不是1,000hz 不是1,000hz 是1,000頻率 好 所以去understandNexi 我們也要看一看這篇圖 中間一個 如果一些朋友聽過 有認知的話 其實除了7個麥倫之外 其實我們每個人 也會有一個 我們叫Kundalini的Energy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弓手好像有一條石 而這條石 你會看到 它好像一個coil 就是DNA 它是打蚵蝦 回旋地上去的 所以我學過氣功 Rikki Sakam Midified Healing Quantum Touch 所有的能量療法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些能量 由底倫一路一路上去 你看到兩條石 其實就是對我們的太陽穴 然後我們所謂的微心穴 頂穴 頭頂的百活穴 就會釋放這些能量 然後就好像一個蘋果 它是一個circulation 就是身體裡面有血液出 我們能量的流動也是這樣的 由頂一路下去 你會看到 為何做手 其實你會看到 那些手 亦都會釋放能量 去形成這個 我們叫做氣場 或者叫做能量 場 所以很多身心靈的朋友 都一定會接觸過物理 或者為何平衡物理 那麼重要 或者為何在胸裡 我們身心靈版本 都會有一個 Charter Balancing 為何聲音波 無論是Crystal Bal 或者是傳統西藏 俗稱的銅波 金屬那個 因為其實它裡面不止銅 有七種金屬 你會看到 亦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產生不同的震動頻率 或是不同的物理 所以你會看到 一里通就明白了 那麼我們每個人 其實你會看到 除了我們有這個叫做能量場 包括台大前校長 李教授 或者很多外國人 亦都有研究 其實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Taurus Field 對了 就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 那麼一個人的強弱 第一 其實會影響運程 第二 亦都會影響健康 你的氣場比較弱 你就容易受干擾 所以為什麼 我經常說 要多接觸大戰 是因為人離開了大戰 人就脫離了舒曼波 先不要說那些舒曼波 突然上 突然下降 但我們正常和諧 最基本的舒曼波就是7.83 就跟我們大腦是一個 alpha波的狀態有關係 放不放鬆 大家知道 一般長期不放鬆 長期壓力很大 就自然會出現很多 一些身心失陷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Nexi裡面 會有很多program 本身都是跟身體有關 什麼免疫 傷風 感冒等等 亦都有一些是關於放鬆 怎樣睡得好 有些是正面思維 再高階一點 去到105的版本 已經去到一些 我們叫consciousness 意識擴展 什麼金字塔 金字塔的評論 所以你會見到Nexis 整個由他們的 設計師 總設計師 去設計這部機 說放些什麼評論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分析 105的program 你會見到它都是 全部漸進一個人的 我會叫我會用進炸 亦都 depends 一個人在心靈裡的 馬斯洛的需求 甚至理量 現在在心靈裡 走到哪一格 或者追求什麼 一個人正常的能量場 是很大的 但是因為基於 為什麼剛才Eat 都會說 每一次回到香港的時間 這就不是理事力場 現在香港有一個 不知道大家感覺到 一個比較沉重 消極 悲觀的信息場 意識形態 很重 所以我會發覺 在香港的時候 人也會比較容易 跌入一個這樣的狀態 一個我會叫不和下的狀態 哇 你出去一轉 你親親大自然 去到森林 你會發覺 你的人會 鬆一點 輕一點 輕一點 放鬆一點 心境好一點 東西會flow一點 所以這就是 我們懂不懂得 去運用這些 我們用眼見不到的 我經常說能量的東西 其實是有個長的 有個feel的 而其實我們這個 每個人的長域 其實也是連接著 一個再大一點的長域 有機會再說 那這些 這幅圖 再你看到 澎大一點 厲害一點 你見到黃老青藍子 也很漂亮 因為你的脈輪 已經是很 現一個我們叫Harmony 或Alignment 那所以 next 你去 放在家裡 你連接電腦 你按鍵去run 那四個program 八個program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八個小時也好 其實你是在創造一個feel 就好像我們今天 on and off 我 Eve 馬里 在生理律事務所會說很多 不同的能量性地 沖繩也好 京都 Marki的發源地也好 意大利 丹明也好 那本身地球 裡面有一些地方 Energy vortex 是比較 Energy 很strong的 strong得來 也有一些是比較 我們叫做 譬如好像Eve 有分享過 北海道 那個是哪裏 你和Kilko老師都叫做 我忘記了 我們去了Lictoria 冬野湖 冬野湖 就是一個 Kilko老師說 好像日本人 整個龍 龍頭 能量是比較 男性化 很strong wild 譬如沖繩 它是一個比較 feminine 比較女性化的能量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強 也不只是用高低的 很多立體的 譬如 譬如丹明湖 森林 是很滋養的 很抑鬱的 你去到 好像媽媽 牽著你 或者人去到 某些地方 是好像 回回媽媽媽 很舒服 很溫暖 很安全 所以 不同的 frequency 就是不同 好像 3-4-5G 不同的 bandwidth 你不同的 bandwidth 其實是用不同的 frequency 所以 我可不可以 step in 補充 來吧 anytime 但是我想有一件事 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當我們在大城市 就是當然 我們去到能量性地 那些能量當然很好 不論它是 好 masculine 好 feminine 好 healing 或者很 empowering 就是當然能量有很多 各種不同的能量的 signature 所以不同的能量性地 會有一 我叫不同的 purpose 就是我們去到 會接收的啟動 都會不一樣的 但是關鍵是 但凡是住在大城市 我們香港依然是屬於一個很大的城市 例如小小地方 我們有七百萬人 然後我們的大廈 我們的大廈 其實是重複得很重要的 例如我最近去到興井澤 然後才聽到那邊的朋友說 在興井澤那裡 每棟樓 一塊地是不會用超過45%的 他們在一層 在一間屋 是不能超過兩層的 然後我很驚訝地看著他 他說我們香港不是這樣的 香港的地 只要批了 拿一個批准就可以蓋 可以蓋很高 他聽到我們有六七十層 他們都很艾意 為什麼你們可以在那邊蓋這麼多 但是我們要明白一個很基本的一件事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意識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量 如果我們那個城市的密度很高 我說人口密度 例如一幢大廈 它裡面有六十層 六十層每一梯有八貨 每間屋裡面 我們還要住多人 我們一家人可能會住 每間屋 三至五個人不等 其實你想想 那個大廈裡面 很active的mind 很active 在散發能量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能量 修復 修波器 我們會接收能量 我們會被外在能量 向同時間我們都會散出一些能量 散出什麼呢 包括我們想的事情 當我們重複想好很多事情的時間 我近來幫客人用Thermiva scan房子 因為住了之後 不是很舒服 身心各樣的事情 關係各樣的事情 然後我說 這間屋上手會有很多情緒 甚至上手經歷了什麼 我透過那間屋的情緒 也看到了 即是說 我們人 散發的能量 其實會殘留在這個空間裡 不論那個是不是你自己的空間 你不論住了很短 住了很久 其實我們都會釋放的 程序 另一樣 例如長期 如果一個人很不開心 他在一個空間裡 其實他那個不開心的能量 都會留在一個空間裡 所以為什麼 朋友們經常說 好像很多事情變得很困難 好像改變 我想改變 我想改變很困難 因為有個老師跟我很清晰地說過 如果你想改變的話 不如先改變你的環境 最快的 如果你想改變環境 你改變你的環境 其實你要去協助你自己 內在 協助你的生命 可以有個改變 其實是更加快的 但當我們不是可以 有些朋友可能會選擇 relocate 有些朋友可能選擇搬屋 有些朋友可能選擇搬屋 有些朋友可能選擇轉工 這些change 都是會協助我們生命 帶來一些改變的 但香港我們的 situation 或者很多朋友 我買了一層樓 那層樓是我的 home 我的家 是我的 permanent space 我可以選擇 然後我做什麼 這個技術 我們要知道 香港是一個很濃厚 密度很高的信息場 但是這一刻 彷彿在整個城市的信息場裡 是充斥著不安 明白的 很多人的base chakra 安全感被搖動 也充斥著很多 不是充滿希望 不是很升級的 大家都很重的 這個原因大家都知道 但是關鍵就是 重的能量 我們叫悲觀的 frequency 不會帶來風性 不會帶來創造力 so how do we rise above 我們如何超越這個 我叫很重能量的信息場 就是為什麼我們今晚會想 present next year 一個重要的點 Baseer If 你剛才的點 我想補一補位 即是說 high rise 城市之以此之類 好 輕鬆說 這個也是上次 我抽了少少 放到我 presentation 這個是一個 1976年 一個日本的醫生 一間醫院的院長 他就是研究 人當不夠 或者磁場弱了的時間 difficient 會有什麼狀況 以及如何用磁去做treatment 細節也不講了 但譬如很多人 經常說 沒有一個特定的理由 經常都頭痛 頭重重 頭暈 失眠 便秘 這些基本 大家都聽過的一些情況 其實都是和我們身體的磁場 削弱了有關 好 那我回到opal 回到wave 不特別說 program 稍後再說 好了 給大家多幾個angle 這個 卡路教授 我之前看不到 的talk 也有提及過 我們中國人經常說 風水好 特別最近多了一個 傳承的熱話 就是說什麼 九運又轉運 之而此之類等等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中國人所說的風水 或者 所謂龍脈 其實之前在diamond 他的talk 都有說過 就是那些synchronistic line 地球有很多能量的網絡 Dr.Lidia就是專門研究 不同的古文明 包括他讀Physic 就是他讀PhD那份 研究在希臘 為何神殿 柱會 這樣建 所以不同的幾何學 以前的建築 今次的壓迫各方面 其實就是透過建築 去打造一個特定的能量頻率 你當作一個結界 其實Nexi也是基於這個概念 所以為何丹文博會 你會看到為何屋內 外面會有這麼漂亮的畫 不要小看 就剛才阿姨就說 訊息場 所有的顏色 所有的畫 所以為何有些人在家 會放一些曼陀羅 不同的畫 等等 其實你也是在提升房間的空間 為何有這麼多柱 或者你會看到地上 為何有特定的圖案 所以天下間有不同人 有不同的方式 其實他們都是打造的 我們叫做能量好的環境 包括湖外 包括湖內 只不過Nexi是一個科技 以及簡單 不難用也都 包括一個水晶陣 其實也是同一個概念 這個也是我們做不少的諮詢的時候 All and off都會看到 譬如說 那個人有某些目標 無論是金錢上 或是感情上 或是之類 但TimeGaper就顯示到 咦?不是 家屋的風水需要灌禍 即是能量不到 簡單來說 或者有一些 剛才阿姨說 你開始要改運改盛的時候 想轉變 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改變家屋的環境 其中一件事 大家都聽過一段寫例 就是Items with negative information 即是有一些物品 在家屋內 其實帶了一些 我們叫做負面的訊息 其實都會干擾著運氣 干擾住家屋的風水 而負面的訊息 有很多definition 其中一些就是 舊了 舊了你很久都沒有用的東西 三腹鞋 书之如此類等等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都會說 為什麼連連都會有個叫連 又白洗那炭 我們經常都會說 你不一定要等連連 那一次 你任何時間都可以 一段寫來 是不是 所以舊的重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 它一定會令到你 人聚的 是的 這些基本事要做的 OK 好 另外一個角度 剛才說了 丁丁 就是風水能量的東西 這就是進階少少 我們說的 Ebigenetics OK 這也是一個很出名 現在在世界上 即是 他用了一個 叫科學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生化的教授 我記得好像在Stanford 但他現在是講很多 將科學和Spirituality 即是將心靈和科學結合 他最出名的一本書 叫做《生命的力量》 這本書裡面 他最主要是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 在表徵遺傳學裡面 已經說了 我們人生的成就 各方面 運氣 祭遇 不是完全因為我們 天生父母 或者祖先 被我們的基因而影響 反而那個佔一個因素 但更大部分的主要原因 是我們身處的環境 我們自己本身的想法 如何影響著我們的細胞 所以環境 大家簡單地去 Based on Bruce Lipton 的教授 我想簡單一點 兩個點 環境有兩個 一個就是現在 你們在家 你們在辦公室 我在我家 這真的是一個physical環境 家庭和辦公室 就是你最多留在那個空間的地方 是不是 你下班就回家 那家庭就最多 OK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內在環境 心肝脾肺腎 特別它會被判斷的就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想法 OK 所以為什麼nexia有些program 會協助我們去調整我們的想法 正面一點 樂觀一點 知如此等等 所以為什麼環境這麼容易影響我們 是因為我們的細胞原來是會回應環境的 我們的細胞會 譬如有一間屋 很多人家庭和幣的 很多人罵 很多人喊殺的 那你很多的情緒 留在那個環境裡不和諧的 那我們的細胞就會回應環境的 OK 包括現在這個 剛剛也說過 近來我們在很多scanning裡都會看到 就是香港現在的氛圍 社會環境 它令到我們的情緒 未必那麼多 當然不是所有人 是的 甚至是有些scan出來 都直接了 簡直說一間屋 有很多 negative 負面的vibration OK 而intensity 濃度也比較高 是的 大家想一下 無論大人或小孩 是給一個很負面的vibration 包圍住的 那你的人 不是說不可以開心的 但是你要好定 你可以做很多自己的內在管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vibration 包括打坐 冥想 等等之類 是的 甚至乎有時候另外一個演繹 Termic will show findings 又是 環境 特別不是負面 它只是說有些不和諧的frequency 所以Nexy某程度上 其中一個功能 如果你隨時可以補充 它我會叫做neutralize 中和 OK 就有些少少似 譬如現在很冷 可以這樣說 很冷 那我不想冷 因為冷 我身體不舒服 我想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好 很簡單 你就買一部暖風機 你就買一部HITTER 是吧 假設大家知道香港很潮濕 很濕 但濕會令我不舒服 那我就買秋濕機 我用一個家電的比喻 先不然我們開始接觸能量的世界 不是值得物質的世界 我們拿回抽濕機和HITTER的 這個 很不和諧 那我可以其中一種選擇 譬如說 Nexy 因為淺大街 譬如說風機 也是可以有豪華的空間 那我就中和環境 所以我不是只要抵消和中和 我想我的家裡或辦公室 提升環境的Vibration 是高於外面的 我不是只要抵消很簡單 我再看過一次 我是要提升我的家屋 的Vibration 是高於外面的 這就是不同的人 你為什麼用Nexy 或者用這些 我們叫做 Holistic的技術 OK 我最後補充 就是在環境裡面 當充斥著很多東西的時間 其實我們身體會發生什麼事 你當我們的身體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其實我們的身體是一個接手器 當空間有很多不和諧的能量 我們的身體是會吃光的 是的 還有會發生很多什麼事呢 身體放鬆不了 就是最快 最直接 去看你的身體這一刻 和你的身體 那個空間的關係 好不好和不和諧 就是看你的身體容不容易放鬆 包括一些很基本的 就是有些很基本的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的 你每一早睡醒 其實你精神還是不精神 Sign 1 是的 就是我自己去感受到 我要開始去旅居 或者我可能要找個另一個基礎 因為我身體有其他的需要 要想要多些光 那我怎樣感受呢 就是我睡醒那一刻 咦 差點光 我的身體不夠光 我有些疑惑 這個是Sign No.1 Sign No.2 長期加速 我聽過那些client 就是用某些我們的support 之前 家裡是長期吵架的 用完之後 靜光 沒有人發聲 沒有人說話 星期六才有個client 上來跟我說 真的啊 放了之後很安靜的房子 沒有人再說話了 所以原來是 因為很多干擾的frequency 導致我們不舒服 我們不舒服會怎樣 我們就會有反應 我們就會有反應 所以這個是Sign No.2 Sign No.3 就是 你家裡做什麼都不相信 或者你的生命 不只是你一個 是整個家都不相信 每個人都好像有些事情阻礙 那樣 那樣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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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們身體已經很缺電 我們身體很多嚴正 或者我們經常吃一些不適合的東西 你意思都說 那些是一個內在的factor 外在的factor就是 因為房子裡有很多毛菌 這個我經常看到 幫客人做Health scan也看到的 有一些就是 可能房子本身的circulation不夠 光不夠 又或者是環境裡面 今天有個case很有趣的 有隻貓貓去廁所 很stress 很stress 原來是那間房子的環境的energy 令到他很多mental energy 令到他很stress 所以 人 動物 屋 植物 all time 都是跟我們的環境相互 人就是這四個factor 那當然 房子氣不好 那會怎樣呢 植物經常死 植物很快就會黃 植物很快就會膚毀 這也是另一個筆 或者小狗小貓 或者你養的寵物未必很健康 這也是另一個筆 是的 或者最下一個就是 你在生命裡面 你想創造什麼 武力 是的 或者 經常都很stuck 創造的也創不了 甚至你想變也變不了 這也是另一個筆 是的 當然自己的factor有沒有 一定有的 環境的factor有沒有 都一定有的 你爭取得那個環境 因為你這刻跟他共振 所以這刻我們就說 怎樣透過一些 技巧協助我們 調整環境 調整那個vibration 可能有東西很濕的 我先鬆開它 鬆開它 所以我們不會再 不停吸回同一個energy 和vibration 我們可以審存在裡面 是的 這個是由愛去到來的 其實我們經常用的program 那師傅一會兒可以展示一下 他自己的formula 究竟有哪些用的 沒有一個fix way 去用Nexi Nexi裡面有105個program You can use however you want 沒有一個錯的 就是不會說 我按這個program 這個program 沒有的 沒有錯的 With frequency 沒有錯的 還有一些朋友都會問 哇 我會講小小用多久啊 要全部都用身體字的 我們先講了program 的部分 好嗎 我會來 好 好 我會給你一次 好 可以 這個program 我第一個想說 因為這個也是我第一個正式用Nexi的program 而我反應超級大 是的 因為光是一樣 其實人需要 動物需要 植物需要 尤其是這一刻 我們每一 我們自己的氣場裡面 如果大家沒有做過氣場清理的話 你可以預期的就是 氣場可能會積了很多不同 你看不到的 但是可能會有些灰 是的 有些中式的他們會叫什麼印堂發黑 我不是想說大家有印堂 但是我想說 有些朋友的臉 你會看到有股黑氣 比較黑的 比較灰的 因為裡面為什麼 沒有光 是的 那麼我們的氣場 如果沒有淨化過 我們經常都會負面思想很多 我們想很多很害怕的事情 我們 例如 我們每次都想了些事情 都是從恐懼的 是的 我們的氣場久而久之 都會積聚了那個能量 又或者我們裡面覺得很悲傷 是的 我們裡面很多情緒沒有疏離過 都會積聚在我們的氣場裡面 不論身體不論氣場 都會有的 光這個program 我覺得是很快很快的一個program 它比較長的 你如果用最長可以用250分鐘 但我覺得它應用很多 包括就是當你按住之後 它可以淨化的空間 因為試過真的出旅程 去到一些地方 是的 我比較敏感 是的 有天使我感覺到天使 有龍我感覺到龍 有神明我感覺到神明 有其他東西我都會感覺到 那麼 因為憑著他們的能量重量 我其實都會知道 啊 他們是哪個Tendency 哪個Type 有時他們當然會 我會收到我的訊息 communication 好幸運的是 有這個program 我每次去到任何地方 假如我感覺到真的不舒服 或者有很多很舊的能量 我只要我一開光這個program 其實整間房子會乾淨 還有有時 如果我出去做事 做了很多天 例如我可能連續出去兩天 那我身體開始沒有光 那我們近快冬天 又曬不到太陽了 這個是我另一個 我會用的program 去令到我家屋變化的 因為回到香港 很有趣的就是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這間屋間歇性 會有些灰蒙蒙的氣走進來 因為外面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可能十二十二 曾經試過 上年其實都特別多 這些狀況 就是lockdown的時間 香港很灰的 灰到我的能力重到 真是超不舒服的 那些灰的氣呢 我當然設置了一陣子 但有時都會滲入房子 因為我們住在這個城市 就一定會受到 家屋 家屋 就會容易 受到這個城市的 集體的信息場 能量 一定會有一點影響 我當我開光這個program 大概我想一至兩個小時 因為我定期都會淨化 我每天都會淨化的 除了nexi 我還有其他東西 我發現整間屋 沒有了灰的能量 整陣灰會離開 所以這個是我超級常用的program 亦都是nexi帶給我的 我覺得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程式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 好 下一個 我拋棄 可以 轉下去 水翼可能 對 水翼是這樣的 對 另外一個 我用得很常的program 就是氣場淨化 簡單來說 我每天出完街 我回到家 我第一個開的program 就是 Aura Cleansing 而最近 我在家裡 就算我不出去 我起床 或者我 get ready to work 我已經會用這個program 那個原因是 當然氣場淨化 是很適合公民這樣做 最近很多朋友上來 我們公司 senexi 我都特意選這個program 大家買不買 其實真的不重要 起碼你上來 你試了 我幫你淨化氣場一次 有些朋友就會睡覺 有些朋友會覺得輕了 有些朋友可能進來那一刻 腦子好像有東西罩著 出去那一刻 我覺得清醒了 起碼我這一刻 思路是clear了 是的 氣場淨化這個 all time all round 食用 但最理想的是 當我們吹完它 一天上班 可能我們乘地鐵 可能我們乘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我們本身工作的地方 已經是會遇到很多人的 那個氣場難免 是的 all time stay很強的 是的 如果你可能會經過銅鑼灣 你要經過黃國 其實那個氣場 已經有機會有點難的了 還有 當我們去用一些經歷 經過一些高電磁波的地方 剛剛 什麼鐵那些 就是很高電磁波的地方 有些人坐飛機 是的 氣場都會其實有些damage 氣場淨化就是很好的 就是幫你真的 你當你回家也要洗澡 就是在外面 或者你洗臉的時間 也會有一陣塵 是不是 這個就是幫你的氣場 去洗走那陣塵 是的 所以這個是另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每天 早上晚上都會用的一個計劃 這個剛剛我說過 OK 你說 沒有 這個真的 人就難免有心情低落的 是不是 沒有理由全時間高 所以這個就是最主要 當我們心靈裡遇到一些 逆境 不開心的事情 可能還會這樣看開一點 但你看開一點也有三個字 未必你一聽完之後 你真的會看開一點 是的 當然我可能要放下一些執著 這個是我心靈的課題 這是一個我們叫心靈的角度 但這個就真的是主要 去令到的人 咦?那一刻 挺挺的 挺低的 它給回一個boost 心靈的了 它給回一個boost 令到你的心靈開 又是 那些東西真的用另一個再看的時候 又不是那麼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香港的氛圍都頗適合用的 基本上現在我每一天 會打一次 因為我用 通常我日後會用一個 list 夜晚我會用一個 list 日夜我都會擺放的 這個 但我想說它不能代替 如果你有些好深層的創傷和情緒 它不可以幫你弄走心靈的 裡面最主要不只是達成功 這個功能 這個計劃裡面包含了另一個功能 叫做 當你經歷了一些 anxiety 你很焦慮 是的 你經歷了一些 可能你出完去 你回到家裡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焦慮 因為外面的訊息場 其實有很多焦慮的能量 那天你可能沒有暫裝 那天你可能沒有打坐 那天你可能沒有 餓探面經 你被外面可能一件事已經觸發到 你很焦慮的時間 它可以協助你去 調節一下 透過的頻率 是的 但你要記住 跟情緒 跟所有這些外在的支持 我們才是主角 它只不過是一個輔助 Energize brain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時才用 因為我試過 不需要時我走去用 然後我頭痛 是的 所以我覺得Energize brain 你的brain真的需要一個增加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 COVID之後 經常都老毛 或者想事情很不清晰 然後無論如何 腦子都是醒不到的時間 或者要喝很多杯咖啡 我聽過那些客人 要喝兩、三杯咖啡 在早上 去令自己的腦袭殺 那我的態度 一杯OK 你也會喝的 所以這個是必要時用 但真的當醒不到的時間 它曾經是一個很好的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增加 好 下一個 好 這個 我覺得這刻 都很重要 亦都很需要 這個就是協助我們 come into 我們自己的courage 是的 首先Nexi的情緒程式 它不是打個情緒給你 而是carriage的那個frequency 協助我們 我們的身體裡面 內在那個部分 都可以啟動 或者我們可以更加容易 去接觸到那個部分 這一刻 因為接下來 這個世代有很多事情變 而變 我們需要去 即我們要去面對改變 是的 都需要勇氣的 接受改變 都需要勇氣的 我們去成為改變 都需要勇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全球 大家都適合的 program 去支援自己 即當面對一些事情 就是要用一個勇氣的時間 你可以用這個 program 去給你一個提升 是的 還有大家如果有聽過很多 心心靈的教導 分享過 我離開那個 comfort zone 大家明知道那個 comfort zone 其實都不是很舒服的 長遠 是的 但是你就是欠那一下 什麼 就是欠勇氣 是的 所以這個 program 會是一個很好的助力 好 回到基本身體東西 這個 這個我經常都用 我們公司經常都用 因為大家上來做任何療程 都會放下病氣和毒氣 簡單來說就是能量毒素 在空間裡 我們公司經常都用來清場 因為很多人打了要打的東西 每次做療程都會有很多釋放 尤其是有些朋友 如果自己經常都會出入一些 我叫醫療的地方 又或者可能多老人家的地方 這個program很好的 真的是排毒的 我怎麼知道它有效呢 因為我第一次都 我純粹是回到家 覺得那天很重 那天見了很多人 大家都在健康上 很多東西需要支援 我們見面 做諮詢 大家做療程 我那天回去就開始很不舒服 是的 用了TWF Home 打完的release 都未必是真的放了所有東西 包括可能已經浸了肉 我會用4-5浸肉 都不行 然後回去想想 不如開個detox program 一開完之後 家屋乾淨了 我自己也乾淨了 整個人終於清醒了 那就知道 毒性 就是toxins 不論是energetical 即是能量上 又或者真的有毒素 真的有毒素 真的協助排出 我另外一個 例子 就是我一個朋友 上來做Nexi 他一開始都說沒什麼感覺 他什麼都沒什麼感覺 他過了program 不是很大的感覺 因為他本身邏輯型的朋友 他不是太過敏感 這個program 他就很有感覺 我想開了十多分鐘 然後他已經去廁所了 這個真的是一個協助我們detox detox有很多方式 包括有些朋友 可能是透過 physical release 能量上的當然 他就會幫你去做淨化 所以這個我自己也挺常用的 尤其是一些朋友 如果你去不去廁所 或者覺得排毒那方面 很多毒素 經常都容易積聚 你會很容易腫 你的身體經常都很重 這個program 也會支持我 下一個 這個我很喜歡 很喜歡的program 超喜歡 其中一件事 Nisa老師經常都說 就是 未來這個世代 我們身體upgrade 其實是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的身體細胞嘗試修復 我們的身體想回到最乾淨 最平衡的狀態 我們的基因也是 因為現代的生活 我們的基因已經遭受到很多破壞 包括我們會吃了基因改造的食物 跟著我們很多現在 以前沒有的污染 都出現了在工業時代之後 跟著也都 我們一些叫EMF輻射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的基因 其實遭受到破壞 包括我們吃一些很多加工製品 我們吃一些很多不天然的食物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的基因受到破壞 但是 我們基因裡面 其實是存了很大量的資訊 為什麼人類 現在這一刻 我們的意識狀態 接下來會有一個大躍進 那個大躍進的真正發生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 當我們的基因 修復到某一個程度的時間 我們的身體修復到某一個程度的時間 我們可以解釋我們基因裡面的資料 我們可以解釋我們基因裡面的知識 一些我們的技術 甚至是很多很多的記憶 我們以前我們早先 其實已經認識了的技術 所以這個DNA的平衡 我什麼時候會用呢 我經常都會用的 尤其是晚上睡覺的時間 怎樣透過這個程度 我反省已經睡了 不如再加強那個修復 所以DNA平衡 我會很推薦 每一個朋友就是 你在香港的生活角 你就會經歷過污染 這個是很適合所有朋友去用的 但當然我們多久用一次 我會建議你自己身體試 我慢慢用都可以的 因為我已經很習慣去啟動和修復 但我會建議一些新朋友 用這個程度的時間 不如先試一個星期一次 因為試得太多 你修復要經歷什麼 修復你要休息 可能有機會身體也要再額外多些休息 而可能日程也未必準備好 所以我建議這些 但凡帶著修復傾向的程式 不要每天做 一個星期做一次 你感覺到可以的 不是的 我身體很喜歡的 那你就慢慢加 循序漸順地加 是 這個正 這個是另一個很喜歡的程式 不過我知道Steven用的比較多 不如你講 這個基本上是我慢慢用的 第一 我是一個極之重視睡眠質素的人 第二 也因為我近年多了去學和夢境有關的東西 在夢境裏面我做很多不同的清理 或者上課 升級 各方面 那我覺得這個program 是很support 是的 特別因為它其實 除了針對睡眠質素好之外 它是在做夢的時候 幫你做情緒釋放 第一 我們回到一些 basic 就是睡眠的概念 我們每晚夜晚睡覺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的情緒釋放 特別在Darmaner 在Dream School的大老師 也有說過 很多人說 化我望好像是不好的事 但其實nightmare 不是一些不好的事 nightmare其實就是 本身我們身體 是要幫我們做一些 我們叫做emotion的regulation 日常如果你的人是偏向比較成長 性格 各方面的因素 是會理性化的情緒 或者壓抑情緒 那你壓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會入了你潛意識 身體其實是會嘗試 知道其實這樣是對身體不好的 即是在身心靈裡面 這個不平衡 它就透過夜晚發夢 或者在做噩夢裡面 去幫你發出的emotion 所以這個program 它兼顧了這兩個部分 睡得好 以及協助我們釋放情緒 所以你預計了這個program 你有時用的時候 你晚上有機會有噩夢 或者你睡醒之後 你覺得 嘩 有時候好像被人打完 那樣散光 偶爾會有這些情況 特別如果本身你不是做很多的 我們叫做 情緒的轉化 或者情緒釋放的功夫 那這個是一個remark 這個是我近來試的一些 因為Dexy很有趣的 它裡面存了很多frequency 即包括fresh herbs 包括精油 我們進加這些版本 可以選擇它用哪一樣東西 當然它不能代替物質的 但其實它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herbs的frequency 或者一些 essential oil的frequency 那它這裡寫了的 其實它是支援什麼呢 主角是支援健康的 它就建議每天使用一次 如果那天 剛才有些朋友說 我很不舒服 我應該怎麼搞 它就會建議一天用四次這個program 當然是分段用 不是叫你狂打四次 可能早上去生打一次 中午打一次 旁晚打一次 晚上睡覺再打一次 這些是火的免疫系統 需要一點能量支援的朋友 這個我覺得是挺有趣 挺有趣的program 我補充多一點 其實這個program 還有一個叫你當副作證的作用 就是本身你自己吃很多 譬如我當靈芝 雲芝 菇類 一些herbs 就是你知道 就算外國人煮東西 或者日本人煮東西 或者中國人煮東西 都會加很多不同的herbs 就是印度有些chai等等 即spice的herbs 它會協助你去吸收 本身你平時三餐裡面 放進身體的herbs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 你說 這個program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感覺是超大的 那為什麼超大的呢 因為那陣子 第一次用good fortune 突然間好像有種natural high 好像哈利波特裡面 它有一個potion 它有一個potion 那個potion 用來幹什麼 你喝了之後 可能有七分鐘的good luck 你做什麼都會很順 卡洛打了這個program 我就真的有這個感覺 那天覺得 總之有什麼發生 我也可以 有什麼發生 我也有能力去處理 那個frequency 我覺得它不是去打運 當然如果你裡面很強恐懼 你裡面這一刻 很多抗拒 也都不相信 它沒有幫你拯救這些東西 是的 但是假若這一刻 你只要是一個 想要一個boost 是的 那個想要一個 你當它是一個 很充滿金光的program 是的 想要一個support 的確有些朋友用了 是的 它是有些轉化出現了 但是關鍵就是 我們先要open 和allow這些轉化 這些新的可能性出現 我們自己都要open 這個program 才好去work with這個program 有些朋友說 我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試試打壓 goodfortunacy 看看會不會令我會fortunate 是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我們要首先 我們裡面有個意願 去welcome 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首先有個意願 甚至我們想 我們去相信 但裡面的信心還未夠 這個program 就是kind of support 有個意願 我相信的了 但我還未相信 因為我這一刻裡面還有部分 有一點懷疑自己 我這一刻要有boost 這個program 是support這個 是的 這個 Guided meditation 因為奇奧古老師 也有work with Nexi 我跟奇奧古老師 有很多的分享 他都會說的就是 其實他會引導學生 用nexi 令到他的meditation 可能更加深入 當然 nexi裡面的meditation 他也不只是說 你一定是在冥想中的人才會用 你可能在上瑜伽 你可能在上課 你可能在聽一些 心靈的課程 Guided meditation 這個program 其實是協助你 進入一個比較receptive的模式 所以你冥想時用也可以 你去做瑜伽時用也可以 你在上課也可以 或者有些朋友 是active meditation 你擦住屋 其實也是一個靜心 有些朋友真的透過洗碗 其實是靜心才能靜下來 這個program 也很支援 是 嗯 這個 nexi 其中有些比較有趣的program 我也經常使用 另外一個就是 Higher Consciousness 你如何啟動一個 我叫更加高的意識 首先 我們每人入我們內在裡面 我們有我們的human self 我們有一個ego self 但我們也有一個高的 self 那我自己去做 Higher Consciousness 這個program的時間 它是協助我容易 調整我的frequency 容易一點 去變成我自己的higher self 是的 高意識 其實我們 的information 每人我們每個都生出來 其實都有的 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但為什麼我們有時候 去接觸不到 那些information 哦 因為很多恐懼 哦 因為身體頻率太低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這個program 就是協助我們意識開啟的 所以當我們工作這個program的時間 我就會帶著一個很open 今天我會收到什麼訊息 我會很open 今天宇宙有什麼 在我面前呈現 這個是我經常都用的 其中一個program 使我管道 with我的universe with我的大宇宙 with我的小宇宙 with我的高我 with我的天使 with我的守護 可以有一個比較強的連結 這個是我去用這個program的intention 這個 另一個holistic physical well being 很喜歡很喜歡很不喜歡 是的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 身體很掙扎 尤其是今年年中 是的 那陣子很多人 go through 症 感冒 是的 我身體很多的清理 尤其是今年 旅居其中很多時間都可以沖繩 沖繩有什麼呢 有個海 海會幫你做多淨化的 我身體很多深層的出近 那陣子很掙扎 能量也很不夠 因為你要做清理 其實身體要用能量 能量也很不夠 那陣子就開始看 啊 Nexi裡面有沒有真的 身體上的program 我就整天用這個 physical well being 尤其是不夠力 是的 很累的時間 當我一用physical well being 這個program 用完之後呢 我會覺得 整體平衡了 沒有那麼失衡 我裡面的能量 走得好 我有少許的energy 是的 所以這個是很支持 任何朋友仔 身體包藥啊 身體層面 能量 即身體的energy層面 不夠啊 需要有一個平衡 這個program 我試了很多次 令我身體 有開始想失衡 或者失衡中的時間 這個program 是一個超好的支援 對 對 這個很厲害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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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去找人幫助我們去治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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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我都是用很多的 尤其是每一次我見過很多人 我開始以為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淨化 後來當我真的活在深海中 然後我再看個program的形容詞 它其實裡面的program的名字叫 quantum human 量子人類2.0 簡單來說我們在GENK19 經常說the future human being 其實這個program是prepare 它淨化一切不適合新人類 或者是在未來的世上需要的東西 我每次用完之後 我有一個很清潔的感覺 那個清潔不是說我的洗澡那種清潔 而是有一股東西 慢慢幫你 很溫柔的 這個program很溫柔的 幫你淨化洗走 所以這裡有寫的就是 這是給人類2.0專屬的頻率 即是說我們邁向未來 我們真的要全力升級的時間 我們要淨化到 師傅經常說虛無全清 即是舊有的東西 舊有的記憶 舊有的情緒 一些不再適用於新時代的東西 這個program是支援 整體的淨化 是的 這個我經常使用 因為今年感冒的次數多了 因為身體開始要升級 開始要淨化 免疫系統這個program 它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有些是針對你已經感冒 去支援你的身體 這個是預防的 叫做肺炎完全 所以就是協助我們怎樣日常調整自己 有些program是有需要才用的 這個是預防的 所以有些朋友剛剛問 啊我經常都不太舒服 為什麼可以支援自己 這個program可以支援自己 這個program可以支援自己 這個30分鐘 快靚靜 我早上起床必打的 power boost 這個不會夜晚用的 這個 蛤? 這個program 但凡能量有關 它有些energize 有些什麼energy 有些什麼energize feel 千萬不要夜晚用 它只會令你 或者circulation 都不會夜晚用 這個power booster 為什麼我不喜歡呢 因為它夠短 30分鐘 我用完 真的會醒的 真的會有力的 可能睡醒那一刻 我身體還沒有準備好 用完之後 就開始來了 就開始醒了 那當然 有些朋友仔如果會去做運動 或者你會去做yoga 或者一些比較active的yoga 你想準備好自己的身體 其實也都可以用power booster 因為本身nex裡有些program 是support 有些是support 你做完運動之後 它support你去tune relax recover 它有些是做之前的 這個是做之前的program 所以給一些比較有active lifestyle的朋友 可以去進行任何比較大的運動 在同位activity之前可以先用 ok 這個你放下來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澳秘頻率 exactly exactly 它會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都正在開啟著 這個部分 但它這個講original timeline 怎樣去支援最原始的時間 不知道 未知 我自己都沒有discover 是啊 但這個是有待發掘的 但我想給大家一個highlight 就是nex裡有其中一個program 是會協助我們harmonize timeline 這個我講了一點 好深的 這個部分 承接一下 如果我還有時間講manifestation 因為也是diam and her 他們其中一個研究得比較多的一個人類概念 每一個時間 其實每一個時間 其實有一個時間足 有一個timeline 是的 這個original timeline 某程度上 其實它是指向我們每個人的靈魂下來 好像gene kiss 如果大家有接觸human design 另外一個system gene kiss 我們本身自己的靈魂有個藍圖 是有些東西要下來地球 這次要經歷的 但是每個人 你會有機會 給社會 教育制度 各方面 令你分心 這個original timeline 其實是把我們 回到我們的心 本身來到 有些東西是要完成的 OK 所以它是有些 你當是幫你 在生命裏面 做一個repositioning 有些人經常說 很失敗 或者我份工很滿足 但我人不滿足 人工我也滿足 但我份工本身的性質 我做了10年 我已經很滿 因為我很想去 進入我心命的下半場 想找回我的calling 是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讓大家慢慢去explore的 是的 現在應該是最後了 OK 這個最後了 說不完805個program 應該要說六個小時 這個是 這個是 巧克老師 跟我在洞野湖 我們那次跟他去一個retreat 我去explore 將來有沒有一些 奇跡可以帶大家去 老師第一次幫我開的一個program 那晚融 就去打敗我們 全部人 Paramid 這個program 其中一個主要的功用就是 一金字塔 其實不是一個 他們會古時話 歷史說 我是帝王會葬起那裡的 但是從很多的channeling 從我自己一些 可能QAHT裡面的記憶 或者我自己一些的remembering 我自己記得我自己的轉生 Paramid不是這樣用的 Paramid是 當時很多祭師 祭師要經歷一些 我們的initiation 簡單來說就是升級 或者考試 或者要連結一些更加高的頻率 因為Paramid本身是對準馬跌的星 對準馬跌的星 當你躺在觀塔裡面 它好像一個棺材 其實它不是一個棺材 其實是協助我們去 很快地升級 所以Paramid的frequency 亦都是協助我們 它這裡寫得很 它說是主要模式的頻率 那不是一個模式 那是一個initiation chamber 簡單來說就是 以前的Paramid跟Paramid要升級的時間 他們就會用那個chamber 分進去 就會有一些很高的頻率進入 那當然 但凡跟Paramid有關的 都會有一些靜法出現 所以當我們work with 今次塔頻率的時間 Be open 可能有些purification 包括一些舊人 舊事物 舊的mindset 都會可能浮演 因為Paramid 埃求其中一個很大的靈魂主題 就是Personal Power 所以當我們work with a pyramid 的frequency 時間 可以 Be open to 我們自己的Personal Power 我們自己的自我力量 的一個課題 可能會出現 讓我們去和解 對 Manifestation 這個字 我想是由 《吸力法則》那本書開始 接著又向到宇宙限定單 我想 這十年 其實都是 特別是身心靈記的圈子 或New Age的圈子裡 經常會用的字 我和Eve的 mentor 這次老師會比較喜歡用另一種詞 叫做 Materialization 最初 我會展示了一幅圖 在網上 五六年 時代 都會提到一幅圖 就是叫做 訊息場 Quantum View Information View 我們會知道我們的世界裡 不是只有物質 我們這個世界 基本上是由 訊息 Information 加能量 等於matter 就是簡單的方法 就是A加B等於C 就是Information 加能量 就等於物質 我們用這個方法 去回到我們生命裡 我們心想事成 或者較早前 我們邀請了 莫尼坦老師 去講馬力法 2023到2024 他叫做白無斯年 白無斯年 可以說夢想成真 當然我們這裡所講的夢想成真 就不是他滿足我們自己的小我 不是來自我們裡面的区乏感 來自我們要填補我們的安全感 簡單來說 就不是填我們裡面的創造話 而是以世界 以全球 或者香港和諧 關外的人 關外的城市 關外的地方 以最高福祉 這個大原則 去透露 這些東西 應該會更順利 但這個純粹是大前提 還有一些我們能量上的requirement 我們要達標 才可以成就解鎖 OK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會有天人合一的概念 我們身體裡面會有大小周天 外國裡面很多人會說 其實宇宙 我們身體裡面基本上就是宇宙的縮影 這些好像比較哲學觀的東西 簡單來說 你就會看到這幅圖裡面 我們有個身體 心肝脾肺神 有十月經絡 我們會影響環境 環境會影響我們 你看到中間的幅圖裡面 我們也說了我們的氣 或者prana 是不是 那究竟行不行才行 那些氣 就是什麼叫混濟 你裡面循環差 那你堵塞所有的能量 那你就所有叫混濟 你就顯化得很慢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也在說 我們稍後會講到一些Animation 給大家看 我們說你的日的轉速 不是腦 過了那個年代 轉速快 就代表你賺錢 那些過了那個年代 不好意思 我也是在說我們的電磁場 因為我們的頭腦是帶電的 我們的心是磁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心腦共鳴 之前在不同的節目裡面說 HeartMath的研究機構 就是在說什麼和諧 為什麼越混濟的時候 我們越要練習感恩 因為感恩的時候 是令到我們回到和諧 因為這個和諧 是令到我們的心 和我們的腦 心腦協調 你才容易去創造 你要創造的東西 而心和腦不協調 基本上你都不用 能夠很快 那心和腦協調 就是說你的心要開 這就是說 為什麼剛才Aib說 Cheerfulness Good fortune 你不是打 就馬上運好的 你要清楚 要清晰的情緒 你要感受一些 你以前不想感受的情緒 是有套路和步驟 我當這些是達標 你的電磁場很鞏固 那你的磁場 就等於Human Design 所說的Aura 你不理你什麼類型 它就開始幫你去 補充一些適合你的人事物 那我怎麼知道 就是留意共時性 不只是天使數目指 1114477 是留意共時性 那會是其中一個很大的指標 指標 在告訴你 你是不是 回到原本的時間線 你是不是在 補充你的Human Design設計 你是不是在進行 Gene Keys圖圖裡 去達成你這次靈魂裡 最高的進化 和你的使命 OK 這就是回到 將來有機會再講的 就是Alignment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張照片呢 因為這個Alignment 你見到八塊砌圖 簡單來說就是 好像近來我們經常做過 身心靈感設計 你的身體 一塊砌圖 心胸肥肥腎 腰肥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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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經絡 你的能量 又有一塊砌圖 你的情緒 你的信念 你的思維 你的靈魂 你的環境 有塊砌圖 等等 就是你所有事情 每一個部分都要做得好 那你現一個Alignment 就好像 你去學瑜伽 你的呼吸 你的肢體的動作 你的肌肉的力量 各方面 是不是現Alignment 所有事情 Out of alignment 那些東西就會不順 那些東西就會不順 一家公司Out of alignment 那些東西就會亂 究竟是內部亂 還是外部亂 所以 Alignment 我們要做到一個 我們叫做有效 用這個字 叫做有效的manifestation It's all about energy alignment Alignment 就是究竟第一 你的念 釋放到宇宙裡 你清不清晰要些什麼 這個很基本的 我們都說過了 好了 你清晰要的是否清晰到 原來其實我發這個念 我想這件事發生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填緊我裏面 小時候的創傷 假設 我想做六合彩 因為我不想做 但其實 做事是人的天性 做事不是一定要上班 你是在創造一些 正確的價值給社會 我想要一段好的感情生活 我要一個好男人 我要一個好女人 OK 我搞清楚 為什麼我要有一個人拍拖 原來我想找一個人陪 我是因為我裏面很孤單 即是裏面有一些傷害 那就是一個不正確的狀況 我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知道 好了 所以這個有趣的玩偶就是 我們很多人都會說 正面思維 我們想正面的東西 你想正面的思維 剛才我都說過 你的腦 我們的思想 它是帶電荷 或是帶電極 它的確是可以創造到實相的 但它的力量 不夠我們的心那麼強力 我們的力量 是不夠心加腦那麼強力的 因為腦自己佔一部分 你的心佔一部分 很大部分 那個coherence是最重要的 OK 純粹是比較有趣的公仔 就給大家知道的 這個就開始來了 OK 所以為什麼 剛才我提到的 Nexi為什麼 特別是全版本 105個program 或版本 裡面有很多 人類2.0 Holistic Purification Higher Consciousness 金字塔等等 因為基本上 你會看到整個Nexi的 Finder設計 就是先支援身體 先支援情緒 先支援心態 支援了我們的 mental 精神 接著我們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 好像去思臨者學功夫 好了 基本上就穩定了 身體夠力了 善力體可以了 心溫皮肥臣排局 消化各方面 營養吸收可以了 你的細胞漂亮 細胞 有營養 有足夠休息 慢慢我們 細胞裏面 調整了情緒 人正面 你的內分泌 開始平衡了 多巴胺 血清素 都漂亮 從我看天氣 都漂亮 第三次可以開 就像這幅圖一樣 你就可以開天線 即是由基礎梯 一路上你的心雲 一路到後輪 一路到眉心 到頂輪 那你就可以去 聯繫宇宙 去做什麼 收招呼 即是你的高度 你聽到指引 你有清楚 你接下來下一步要做什麼 未來這三個要做什麼 很清晰自己人生方向 個人很正面 那宇宙就開始合作你了 你也開始合作你的宇宙 因為其實宇宙就是你 你只是一個宇宙 那這幅照 我想帶給大家 剛才說過了 那你的心要開 所以寂寞 夜晚那些 emotion 寂寞 那些program 就可以這樣組合用 OK It's about open 我們的heart 那要再深一點 其實這就是 當作一個細胞 我不說quantum entanglement 再深一點 那些 但為什麼這幅照 其實就是 quantum entanglement 就是兩支鬥线 我想給這個圖畫 大家看 你當每一個cell 你沒有經過任何的修復 沒有經過任何的排毒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轉不到運 為什麼會運氣 為什麼會卡在一份工 卡在一份感情 或者卡在某個狀況 你裡面的細胞 或者你的能量場就是這樣 實的的 或者你沒有對能量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全黑 沒有希望 好頹 好灰 好沉 低頻 好了 正常 一個我們叫做高頻 quantum 2.0的人類 的細胞應該是這樣 你看到 all time vibrate 光來的 裡面 所有都是光來的 就要修復DNA 所以為什麼剛才的DNA 那個計劃很重要 你看這些東西是滑的 所有東西不是實的 但是為什麼令到東西很實 是因為我們的固有很頑固的信念系統 而信念是基於我們多年的經驗 父母跟你說了十萬次 一些沒有聽的話 負面的界限 你也是不行的 之以此 令到我們很實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用我們的信念 但是我們的信念又會掛著我們的情感 所以為什麼在 mental 和情感要一起做 慢慢調整 慢慢調整 也支援細胞 那我們的細胞 或者我們整個能量場 就會變回現在這個動畫 而外面所有的宇宙 都是這樣 只是滑的 quantum就是滑 quantum就是所有東西 每一個現象都可以動的 沒有東西是正確的實現 但如果我們沒有這個 quantum的理解 我們還以為地球或者生命 本身就是一個三次元的東西 那就是舊版人類 所以Nexi或者其他 一個holistic 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協助我們去 kind of migrate transcend 去人類的下一格 which is 其實很多古文明 都是這樣 他們有這些知識 所以你會見到 我們不是吃得的 只是得 fresh and blood 我們你會見到 其實是一個 很 人類的身體本身是一個很精密 不是只是BioCam上面 是一個quantum information and energetic body 你會見到 所有東西其實它裡面是一個點 一個data point 是能力的data point 全部是光來的 全部是crystal來的 好了 再下一張照片 就更厲害了 這個也是我去年 不是去年 今年在意大利8月 去做一些activation 在Diamond 行 就是這樣了 當我們啟動我們的dream body 當我們啟動我們的high dimension body 基本上我們真的有役 就像天使一樣 所有東西由森林發光 森林的光就是愛 對自己的愛 對家人的愛 對小朋友的愛 對毛鞋的愛 對身邊的人的愛 朋友 對社會的關愛 對樹木的關愛 對海豚的關愛 對大寺的關愛 就像阿凡達那樣 我想最後做一點示範 因為剛才也有些朋友問 怎樣去sale list 那 Crisin很厲害 你砌了一個是很適合的 即是夜晚 那日休息或夜晚 你問我第一個 通常我都會選 要麼就是clear Aora 但我會選這個 那這個是Base來的 就是做一個基本 氣場和默魂的清理和調整 那因為通常我 這個是夜晚 現在我再說一次 那因為夜晚都想 support情緒 因為大家知道 大家睡了覺 在前面式裏面 就做很多不同的 身體活字的調整 那通常我都會選Base file 那我選擇Compate 因為你身體會接收誰 他會自己選擇 那我剛才說過 你不會夜晚就去打個Brain Energize 也不會刺激你的腦 對吧 那這些你見不關事 我不會打個Constipation 說專注這些都不是夜晚要的 當然如果譬如當你曾經中過Covid 就是日夜都可以用Covid Thresher 那你說不是 那陣子我需要一些勇氣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但我自己就一定加這個 DEEP BREATH 那你會見到一個就是純Deep Sleep 那有一個剛才也介紹過 有一個是Emotion and Sleep 這個我覺得容易選其一 或者你選擇兩個都可以 有時候我那晚真的想 佼佼珠增加多些深度睡眠 而不是REM的動眼睡眠 我就會選擇Deep Sleep 但不是的 那晚我都感覺到 我會做情緒釋放 譬如我那陣子也會配合 可能用Aurosoma 我想真的把一些深層次的情緒 包括可能是滿月的時間 或者某些星球逆行的時間 譬如前面Live說過 由12月到1月 基本上都是會有機會 會符合一些關係上的事情 或者譬如海龍星深層的核心 雙口清理 那我就會選擇Emotion and Sleep 那基本上就已經是 譬如你見到 這樣就已經設定了個List 是的 那User就知道 不是User就未必見過這個型光幕 那它通常你設定完這個List之後 是的 那它就會開始叫計數 那它有你看到67分鐘 89就是個半小時 134大概2個小時 和269 是的 那麼 睡覺吧 那平常我就會高於這個 269 是的 即是你當6、4、24 大概是4個小時的東西 那也是那句 因為我已經用Nexe 用了差不多一年了 那晚上4個小時 本身我可以選擇 我最初用的時候 我會選擇一些短一點的 是的 讓身體自己去適應 是的 那個的就是 叫做 力度 是的 然後基本上按 Start Training 即是給那些未見過 其實Nexe怎樣運作的朋友 那我讀這個按鈕 是的 那你會見到它 又是要拖一會 然後它就會轉了 是的 這個路會轉來轉去 閃一下閃一下 那你見它的Counter就會自己在這裡數 是的 那它結束了就會結束了 是的 那基本上你就睡覺了 是的 那如果一天你工作在家 就像我這樣 那我工作在家 就由它自己一路去 好像一個發射器那樣 去釋放一些頻率出來 是的 OK 我cancel了它 是的 那我停了 OK 是的 那另外今天我們都說過 Manifestation 那這個我也都給一個類似的 Formula 或者大家給一些存在的用途 或者將來會用這部機的用途 那就可以錄在這條影片裡 是的 好 我選這個先 基本 又是清潔氣場先 有一個叫做放鬆 如果有放鬆就選擇放鬆 先把人先調整一下 因為是Manifestation OK 加 好了 接著我們可以選擇 Chieffulness 剛才我們說過 因為你要創造 你要Manifestation 你無論是一個很高的心情 很大壓力的狀態 那Chieffulness 接著 咦 你就可以配了 配個Good Fortune下去 這樣就有一個簡單的組合 先清理自己的氣場和麥倫 先安好自己Mental的狀態 好 OK 接著之後 心開 如果有焦慮的話 先減掉這些焦慮 接著才去引發這個好運 那這個Combination 就會比較合理 是的 那當然你說 這個部份 我可不可以再加Courage 當然可以 那基本上 我就會鼓勵這個 低探用 那這個也是Nexi 另外一個我會覺得叫 好玩的地方 我會形容為好玩的地方 就是好像 今天我和同事講開Nexi 這件事就是 好像 Paylist 一個你聽Spotify 或Apple Music 的Paylist 對了 你自由發揮 你的創意 就由70或105個program 慢慢自己去摸索 你大概會知道哪些是那個組合 哪些是另一個組合 身體有身體的東西 情緒有情緒的東西 精神層面有精神層面的東西 能量化意識有能量意識的東西 一層一層走上去 好沒有了分享完了 可以停止錄影 好 有朋友有興趣去試Nexi 那現在 你可以上回我們 New Earth Group 其實我們做了Nexi的分享 已經放了上去 我們的Online Store 但我們現在只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70 70個program的版本 以及104個program的版本 單箱我們也有的 價錢各樣東西 可以自己上回我們New Earth Group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去WhatsApp5207178 同事都會很細節 我和Sython都會看 CES的支援 去協助大家解答問題 那麼公開的部分 分享的部分就到這裡